崔永元举其原力响应战斗力爆表!暗示影视圈更多黑幕! 知道老崔胆子大但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再加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原力,这场大戏越来越精彩了! 这段时间为老崔举其呐喊的原力在微博上不经意发一些海外买方媒老板别人转给他的消息,似乎都在暗示一个大火而新制度明确又坚口不严的违法行为洗钱! 老崔原力战斗力爆表!奋战在第一线的老崔深安孙子兵法精髓! 这段日子他持续曝光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于是持瓜群众晓得他被威胁了! 根据新浪采访视频老崔展示的合同中的一笔9738万的款项支出明细! 1-大清相国拍摄总监制聘请韩三平担任3000万! 2-中南保镖李连杰片酬5500万!其已确认李连杰对此并不知情! 3-买一个被抢住的域名1200万! 3-乱一看,持瓜群众没反应过来,但随着当事人澄清,事态有点复杂了,比如韩三平! 3-李连杰不知情,韩三平说没拿这个钱,至于最后一个买域名更是罗生门,向哪个买的?这个域名有啥魅力值1200万! 3-大伙儿应该明白了吧,合同说这些人拿钱了,但有两个否认不知情,还有一个压根就找不到人何时! 3-那么,这9738万去拿了! 3-老司机表示老崔在暗示这是洗钱,合同和虚报人头吃空想有点像,钱自然是被某些人引了! 3-很快,杨子通过微博回应了! 3-至于他说的投资款退回,域名交易取消等大伙儿都不清楚,也不晓得如何合时! 3-老崔走的是含蓄路线,他占有缘也是直爽派,先是给大家发个别人转给他的消息! 3-开门见山,过了一天他给大家讲了个没老板和骗子不可说的故事! 4-过了几个小时又向大伙儿讨叫咋个在国外买房子,不经意科普了下中国外汇管制! 4-真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啊!花是洗钱值多少! 5-好了,言归正传,先来科普下和所谓洗钱! 5-洗钱就是把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的钱,通过各种手段转化成合法来源的收入所得! 5-金融投资报小编举个简单例子! 5-小明在学校敲诈勒索同学十元钱,怕被爸妈晓得了挨打,怎么办呢?和爸妈一起出门溜达,悄悄把那十元钱扔到草坪,然后找不到施主,这十元被爸妈讲给了十惊不媚的小明! 5-最后小明愉快地拿住这十元钱打游戏! 5-原力的微博已经引述一篇网文详细地揭露其洗钱动机及手法大祸而应该都不陌生了! 5-图具原力微博8周座! 5-想查账,没问题!有账本,会计做得清清楚楚,严格按照会计法来的! 5-事实上,老司机都晓得影视行业名堂多! 5-因为好多成本无法监督审查,尤其是在道具造进劳务等方面,一个大型场景值多少钱就多少钱,拍戏的时候捧的一声全炸掉了,查都没发查,还能夺报一笔炸药支出! 6-还有没过一段时间就要闹的票房造假新闻大祸而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6-除了拍电影拍电视剧洗钱外,古董自画投资,游戏投资,各种创业投资,携手千万打赏,买奢侈品,赌钱等都可以洗钱! 6-有钱人的世界是大火而想不到的,有钱人的手段更是大火而想不到的! 7-如《人民的名义》中的大贪官A丁义珍,他收了一个亿,但怕被查,要想办法洗白,他可以这么做! 7-先跑去澳门赌钱,给赌场拿两百万,赌场找个土豪托儿,输给了丁义珍一千万! 7-然后丁义珍要家房子拆切,发现地下买了古董,不是文物,可以卖几千万! 8-接着丁义珍要破半个影视公司,拍电影,被独举会演的投资商看上硬是要投资一千万,哪怕后面没下文,人家也要为情怀买单! 8-最后丁义珍儿子大学毕业创业,进入高大上的手游行业,然后由土豪看上了其天赋一柄非要天使投资三千万! 8-于是丁义珍那一意细白了!还有更高一级方法利用离岸金融机构洗钱! 8-还是以人民的名义为立大贪关闭赵德汉,如果他有懂得离岸金融的亲戚就不得那么low的整堵现金墙,他应该这样操作! 8-把床底下冰箱里面的钱拿出来去买10K以上的钻石柜且好带,通过各种手段送到巴马哈巴拿马,盖曼群岛,英树维京群岛等随便一个美丽的小岛,注册个空壳公司,弄几个离岸户口,把钻石拿去拍卖,由此获得原始资本积累! 8-当然,如果赵德汉派买不到好钻石或是被骗了,也可以先把钱换成比特币再转出去,然后把钱放空! 10K公司名下,用公司名义向另一个小岛的某个基金公司投资,当然是熟悉的夏童,再向另一个小岛上的急需资金的高金兼出创企业投资,再再向另一个小岛某个缺钱的企业借一笔钱,或是用基金公司投资收益再再再投向多名一家,导某个高金兼公司。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把钱全部撒完用来投资,把各种群岛公司都整一圈,越复杂越好。 绕了一圈后钱就白了也很难查出来,然后可以宣布公司投资不善破产了,洒出去的钱回流转到瑞士某个秘密账户,然后就享受美妙人生。 是不是很复杂,其实也没好复杂,现在据说专门有离岸金融洗钱的机构,人家一条龙服务到家。 是否洗钱真不好说? 随住老崔原力平放大招,影视圈欲发沉默,二级市场的影视板块也比较维靡。 从目前情况看,先有明星因洗钱被查。 很简单,证据不好弄,连明星偷税都是老崔拿到合同才算有证据,比偷税更高一级的洗钱证据更不好搞。 在小编记忆中,貌似就一个英达因为去年涉嫌在没洗钱而曝光,但是事实上,英达的洗钱控诉并不严重。 英达在2011年4月到2012年3月之间的11个月之内,先后分50次,把46.4万美元分散存入了自己和妻子在四家银行的6个账户,每次金额都低于1万美元。 在美国这样私下兑换货币的行为都涉嫌洗钱,但在中国大火而愿意开多少账户,愿意一次存100,1000,1万还是100万,根本不会有人管。 但去年还真有意气明星涉嫌洗钱重大案件,不过是好莱坞明星。 大火而应该对钱为密超模,先嫁精灵王子后嫁西谷富豪老公的米兰达可而不陌生吧。 还有PayPal20年终于拿到奥斯卡的小李兹,这两人在2017年卷入马来西亚金融家刘特佐,举漏35亿美元贪腐洗钱案。 刘特佐与人联合创建了红颜影业Reglinet,一些资金通过红颜影业为华尔街之狼投资1.55亿美元。 然后拍华尔街之狼过程中用影视行业常用的手段来洗钱。 刘特佐送给小李子B卡索的话,奥斯卡奖杯价值1200万元,还赠送了米兰达可而价值约800万美元的钻石项链,二环及其他珠宝。 通过买艺术品拍卖变现又可以洗一笔钱,钻石首饰同理。 当然,最后结果是小李子克尔把东西上交美帝当局。